法国历史最悠久的亚维农戏剧节日前登场 街上人潮落意不绝 还有不少剧团在街头表演拉票房吸引民众目光 让整座城市宛如大型表演舞台 是一个大场的舞台 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现场疫情 二十年后我们经历过 地窗户的亚维农戏 它是完美的 就是这一条 这里曾是罗马造庭14世纪的根据地 有完整古城墙与历史建库 戏剧节自1947年创立至今 不仅是法国最悠久的艺术节 也是全球知名表演艺术盛世之一 亚维农戏剧节与剧团 共同主席大会及杜米格斯指出 戏剧节分内外两部分 虽然两者独立但能互补 多年来透过多元策展 并结合公民社会动能 成功拓展戏剧节视野和将界 是一个主角的艺术 自己承试开需求的练魂 和并者或计划大家的拍手 演绎传绎大它是需要设定的 你的电视机专和并选择 在工业并拟众进行业 这两个空间的社交节 是一种分练的 有意识的感染 所看不明《衣龙》 这四个非常有意识的 我们是在非常囊重力介绍 在重大化的圖 实际上可以重渐重感染 今年光是外亚就吸引全球超过一千个剧团参与 而台湾也没缺席 杜明格斯说希望能成为台湾对外扩展 并展示能力的窗口 常年与台湾合作的食品剧院总监索格诺 也盛赞台湾戏剧的表现 台湾戏的表现是美丽的 这些美丽的精彩 与观众的美丽的观众 这些美丽的观众 这些美丽的观众 是很开心的 这些美丽的观众 没有必须购买一线的船票 然而艺术节带来人潮 还可能带来垃圾与噪音 但民众更希望透过艺术 让古城雅维农更有胜利 三日国际疫情趋缓 雅维农在今年夏季再度活络起来 透过艺术团体持续注入艺术气息 让这座古城屹立不遥 中央设计的曾庭轩 雅维农报道